小庚哥全球首发 这个是爱肯最新的DSP声卡 手机电脑双用 Live console 如果有看官方影片的话 就知道这个声卡 还没有生产 也还没有量产 在美国跟中国也还没有贩售 小庚哥这边第一手开箱 给大家看一下 今年是2022年的3月19号 那我们这个声卡呢 他本身有丰富的接口 可以接三支的麦克风 或者是一支电容麦 一支乐器 一支动拳 或者三支都动拳麦 然后本身伴奏输入 然后有蓝牙输入 然后有音箱输出 也有OTG类比 还有这个五幅供电 跟电脑接口 那两个独立麦克风 或乐器的控制 伴奏输入 直播间音量跟音箱输出 还有这个独立监听的控制 那我们左边这边呢 就是跟这个U-PA-LINE 一样的这个遥控器的特效音 但是在第二个这个绿色的地方 让他的这个唱歌模式 KTV模式跟另类模式 变得比较多元化 以下有两个这个属易经显示萤幕 他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来调节 混响大小 跟这个混响后面的Decay 尾音那个延迟要多久 可以做非常弹性的教条 那这是比较不同的 是他在电音的部分 电音的部分呢 他选择基调之后 他可以做这个摇音控制 可以用这个摇音摇杆去控制 这个电音的变化 比如说我现在按一个这个 吸掉 这是吸掉的电音嘛 对不对 有没有 他的变化会非常的多 他每一个都有快速关闭的功能 然后还有这个 就是12个半音的变声器 这个变声器 哈哈哈哈 有没有非常的方便 然后智能降噪 电脑伴奏内录 话筒单间静音 监听静音 唱K歌非常方便 然后连麦模式避免卡麦 然后这个音乐独奏 就是当我有乐器 有音乐这些的话 我可以只按下去指 只有伴奏会出来 乐器也不会出来 试麦的按钮就是 我们可以听到输入效果 但是不会输出给直播间 或者直接要主播的干声 只有干声输出 唱KGAPP非常好用 那闪避的部分 它有这个自动闪避 自动闪避就是我们一般的闪避功能 也可以用手动闪避 我按着的时候 有没有音乐自动闪避 放掉就会恢复 快速切换聊天跟唱歌的模式 非常的方便 这个就是我们最新的爱肯 2022年的这个Live Console 这是简单的介绍 那小昆哥这边晚点 会再录一个唱歌的 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是小昆哥 那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跟小昆哥联系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